多放一些位置 你不需要翻太多桌子 在街上相信都是做街坊生意會比較多 所以在翻退率那裡都有個問號 回來節目時間 時下不少人都鍾情素食文化 不靜止在家裡 部分人連出街吃東西都會特地挑選素食餐廳 坊間會提供素食的食肆都越來越普及 而面對著日戰龐大的競爭 如何經營才可以突圍而出 猶豫從事這門生意 在選鋪位時又有什麼需要注意 我們一起看看 不同的選擇 主要是以中式為主 也有西式的沙律菜 更加我們的招牌 也是我們的素食點心 選擇超過四十幾款 午時也很豐富 晚時我們更加多一些特色的食物 包括薑草蛋、焗牛油果 或者有些時節的特色食物 晚時的選擇更加多 隨著大眾對飲食的要求越來越高 不少人為了健康都開始選擇在一個月當中 找幾天吃素 讓身體可以享有不同的食物元素 隨著素食流行 坊間都開了不少素食店 這間位於北角的素食自助餐 就是其中之一 這間是北角店 也是我們第一間店 這個區其實是很特別的 很多佛教徒 也有很多老人家吃素 尤其是初一十五 齋期的時候很火爆 至於平日 可能一至五 寫字樓客附近也有 萬事方面 其實因為我們其他分店多 北角始終這個位置比較隔離 也有斜路 有些人就未必會選擇 過來北角這邊吃 所以萬事的客流量相對比較低 不過在疫情期間 政府當次限制堂食 令到這一類自助餐店大受影響 這幾年的疫情 其實影響得最大的就是 沒有了一個堂食 無論是午時 可能也都限人數 或者每台可以坐多少人 這段時間的確是很艱難的 我們最差的時候 只可以做到外賣 而我們素食的外賣 挑戰也都很大 因為瓜菜 經過一段時間 尤其是半個小時 15分鐘後 就很容易變黃 其實飯盒方面 外賣方面 我們都不停地去努力 但事實效果出來 是不太好 所以疫情對我們的衝擊很大 現在市場慢慢好 大家又出來吃飯 午時晚事也慢慢恢復正常 生意也跌得很厲害 客人始終對素食都有一個需求 我們以一個平民的價錢 都能接受到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時節 我們有些所謂不時不食 客人對於我們的概念也很支持 負責人說 他們在香港很多地區都設有分店 包括中環、將軍澳、北角等等 認為這類新興素食 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傳統的齋舖最大的分別就是 傳統的齋舖比較多 面筋、比較油膩一點 我們自助餐主要是以瓜菜為主 新鮮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用一些 新式的表達和呈現 即是西式一點 其實比較多年輕的客人 接受我們這個轉變 尤其是我們晚市 很多年輕人過來聚餐 西環是我們港島區裡面 還未開發的一個區域 我知道附近的齋舖 主要是以傳統的齋舖為主 比較大間 好像我們做素食、自助餐 可能要80個位、100個位的時候 當區是沒有的 我相信也有很大的潛力 去有待我們去發掘 所以我也很期待可以看一看 有商鋪投資者就認為 對比只是將普通餐廳加入素食餐牌 一間專門的素食餐廳 定位將會更加清晰和高 我想去到一間餐廳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間素食的餐廳 或者選擇一間什麼都可以吃的餐廳 純粹叫菜都叫素食 但始終就是定位層面的時候 在人客心目中想起素食 一個星期最近很流行一個潮流 可能每逢星期一 每個星期都有一天選擇素食 其實這間餐廳不需要人客每個月 或者每個日 一個星期光顧七天 一個星期有一兩天去光顧你 你生意都做不完 所以如果你的定位是素食 在人客心目中是清晰的 還有當你是素食的時候 食品的質素能夠控制好些 還有最重要的時候 就是整體上做得餐飲業的話 通常食物成本佔大約四成 人工可能三成 租金大約兩成 一成都其他折舊、雜費都要賺錢 但是從素食這個層面 它的食物成本就可以降低了 素食的自助餐和肉食的自助餐很不同 肉食的自助餐的話 食物成本可能貴到五、六成 但是素食的自助餐 食物成本相對比降低 就大約兩、三成左右 變相那些人做素食的餐廳 他能夠食物成本降低 其他服務的質素、環境 能夠更加好一點的時候 提供給人客享受 他又認為如果要開素食店 應該要找一些消費能力比較高 而且合乎年齡層較輕的區域 做素食的時候 現在一般整體都是比較年輕化 你找到的地方的時候 兩大地方可以去找 一你想收費高一點的 就找一些比較商業區 可能是中環、上環的地方 始終五市是有一個穩定的人流 但是你一樣可以去一些住宅區的時候 始終他們吃晚市的時候 在家裡吃資料的時候 想去吃素食 在樓下都能夠可以找得到 可能是西環、北角這些位置都好 但是當然最好的地方 就是又有商業的元素 又有百嶺 又有一些住宅群的時候 能夠來光顧到 但是你主要target那班人客的時候 其實都是幾錢的 大概七、八十元 貴一些的可能是一百頭元一餐而已 都是比較平民、大眾化的市場 所以無論是年輕也好 上了一輩也好 整體的趨勢都是向著素食走 最重要是做自助餐 比較容易計算 就是你回到桌率 回到多少 就是你究竟那個地方 大一點的空間 擺多點位置的時候 你不需要回到太多桌 每個人平均消費一百元 你都會回到皮 素食店在北角寶女街設有分店 是屬於區內的三線街道 人流比較少 其實如說寶女街 主要都是北角一帶 由北角英王道 轉到長康街、北景街中間那一段 這一段其實都是民生段 兩旁都是住宅屋邨為主 中間這一段的鋪位 很多都是做一些民生用品 甚至看到寵物、茶餐廳、粉麵等一類 當然新開業還有一些特色的食肆都有 主要都是服用北角一帶的居民為主 外來消費力就會比較弱 而且始終這條街都是二、三線的街道 主街大幹道一定是北角的英王道 要轉到寶女街 相信都是做街坊生意會比較多 我們先到西環看看 區內相對舊 但隨著近年有不少新樓落成 都開始進駐一些中層年輕人 其實如果說回第二階的這一間鋪 大家要看整條第二階 主要都是做樓上樓下隔離附近的居民為主 所以你看到第二階的租戶組合 都是以民生店鋪為主 但如果說回這個鋪位 它都有一個特別之處 因為它的門口比較窄 入到裡面才是比較深和闊 面積都比較大 如果以往是有餐飲行業市場好的時 經營是可以沒有問題 但現在重新招租 去到這麼大樓面 就不容易找租客 還有隔離左右的租客 看到都是民生類別 或者走前一點有些街市類別 用大面積的商戶就會比較少 所以大面積在第二階出現 都可能會是一個負擔 參觀鋪位位於第二階 旁邊是港鐵西營盤站出口 附近有民居、街市 店鋪位面積相對大 但人流就比較疏落 這個位面積很大 可以坐到百多二百人 其實位置比較偏僻 而且在斜路上面 比較難有些生客過來 所以在翻退率那裡 都是有個問號 所以如果做自助餐的時候 就相對比較艱難 另外一個鋪位 是位於相對繁忙的街道水街 面積相對小 只有大約一千五百尺 如果大家看回水街 它都是由水街通往一二三街 其中一條主要的通道 雖然它是斜路 但水街兩旁就形成了一個 餐飲的氣氛 所以如果看回水街兩旁 你看到很多日本料理 茶餐廳 粥粉麵那些都有 而這間鋪 它本身以前 反而不是做餐飲的 未來如果它那個鋪位 風火水電很多設備都足夠的話 未來開餐飲都沒什麼問題 就算這條路有少許斜路 也好 但它都是一個必經的通道 人流上算都可以 素菜店負責人認為 鋪位面積太小 不是那麼合適 水街那個鋪位 就一千五百尺的建築面積 相對如果我們做自助餐來說 就偏小的 只可以坐到大約五十個座位 其實如果做自助餐來說 因為始終要計算那個翻桌率 水街那個位置來說 就比較艱難一點 還有人流是夠的 但是事實的翻桌率做不到的 那個租席或者那個位置 也都不太適宜做自助餐 也都是很豐富 但始終就是定位層面的首領 大幹道一定是北角的英王道 因為您這麼早在走 也就是怕ママ 它們就是一千萬人會